我們先帶老師來看一下為什麼你剛剛的那個連線沒有辦法成功 或者是有問題喔 基本上如果你的這個 有問題的還有可能會出現就是你連這個就拉不出來 但是老師稍微留意一下目前這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 模擬器啊只能在電腦上用 只能在電腦上用平板跟手機上沒辦法用 這是一個小缺點 一個小缺點因為它那個拖曳的那個功能跟手機上的那個世界有衝突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什麼樣的情形會造成就是如果你的Google Chrome低於56以前 我們剛剛看一下我們這邊是41 今天有看過了 所以你可能要更新或者是 您要去使用那個免安裝的版本 也有免安裝的那個Google Chrome的瀏覽器 等一下我下載一下好了 好了我就從我這一台分享 這樣可能老師在用就比較OK 因為剛剛老師的情形是 發現這個元件按了收不起來 對不對 有一部老師是這樣 那你看我這裡的版本 在這個說明裡面有關於 老師這一台可能比較新 有沒有65 所以我沒有問題 你看一下你的應該是比較舊 現在好像比較新 是61 所以它它如果這樣 你只要從這邊進來 標準的是從這邊進來 看一下說關於之後 它就會自動把你更新 那更新完 你只要把瀏覽器重新啟動就OK了 不過我不確定我們這邊能不能更新 因為剛剛看那個老師奈特好像是會更新失敗 這可能要看他的那個設定 沒關係我先去下載一下那個免乾重要版本 等一下從我這邊分享也可以 OK 好這個是第一個 您可能會失敗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看的是沒有辦法做點 那如果什麼樣的情形會沒辦法模擬出結果來 好有幾種情形沒有辦法模擬出結果來 首先第一個硬體有問題 跟我們真的一樣 你的硬體什麼叫硬體有問題 面板裡面有多個Arduino開發板 我們目前模擬器它只支援一個 所以如果老師你不小心 你在用的時候 然後原件這樣有沒有 就點一下就放開 結果它是掉兩顆 我剛剛是掉兩個在這裡 你又沒有用 這樣模擬器就不會成功 好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可以這樣把它刪掉 多的把它刪掉 你看我 多的就很多了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怎麼樣情況會不成功 還有這裡 有的人 有沒有 多了原件在裡面 因為 有些時候你會這樣 啊看著它很遠 然後你就想說 啊我給你一個 結果忘記了油表 或者甚至有的怎麼樣 縮小很小 然後它都放得很很遠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檢查一下 有沒有原件沒有用的 丟在外面 好 再來 線連錯當然就不用講 對不對 你明明接到10 結果你腳位跟它講2 那也不好 好 就是你接線接錯 或電源啊 正負級接錯 也是不行 跟我們真正的是一樣的 再來就是軟體 積木有問題啦 積木設錯了 像我剛剛講的 腳位明明就錯了 那也不OK 再來就是 呃 WebDuno這邊用的是 Google Blockly的這個積木 所以如果您的積木 不使用了 不能像一般那個Scratch一樣 丟在外面 我們像那個 MIT發展的Scratch 它是積木是可以丟在外面的 但是這邊不行 那如果 不想丟掉 怎麼辦 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樣子 我這裡先收一下 如果我有一個積木 剛剛用的不要 我先拉到外面 那這樣子不行 所以你有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把它丟掉 拉到這邊 拉到這邊有沒有 都可以 或者按鍵盤上Delete 直接丟掉 那有些是因為 你已經好幾個積木 我想下次留著再用 請你按右鍵 有沒有要停用 有沒有顏色不一樣 停用 不只是在外面可以停用 裡面也可以停用 所以您如果有需要 我再把它啟用起來就好 等於說 你要丟外面可以 一定要先停用 這樣它產生的時候 才不會把這個程式碼也產生進去 這個是我們模擬不成功 比較常見的問題 大概就這幾個 所以老師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你先檢查看看 那我利用這個時間 我趕快下載 可以安裝了 那您先進到那個說明那邊 看能不能做更新